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來到方舟滅絕這個的資料片 那麼呢今天 我們一樣呢 就是去外面探索新事物 老頭在這個錄影之前呢 已經有發現一隻了 那隻好像是在 在哪裡啊 等一下 好像是往右邊飛可以找得到的樣子吧 老頭就不說是什麼 賣個關子 好不好 然後呢寫條也還沒更新 然後 新道具的物品好像也還沒更新 沒有錯 說明沒有更新 我覺得有點可惜 是希望他快點把一些中文做一些翻譯 不然的話這樣的話有點不太 不太方便啊 我必須說 像是有一些很重要的這種東西 沒有做翻譯真的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其實老頭也懶得去查 呵呵 稍微有點懶得去查 不過 近期內應該會有一些人有攻略吧 可能老頭稍微上網看一下 不過能夠知道的就是說 唉唷笑一跳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I'm sorry 嚴肅 我忘記關了 不過呢 稍微能夠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這個世界裡面呢 有大概至少有四隻還是三隻太坦吧 你們看到那個影片預告片 你們可以看得到那個太坦有沒有 他們那個太坦是可以驅服的 然後非常的大隻 而且 好像 馴服沒有那麼簡單的樣子 齁 據我所知是沒那麼簡單 然後呢 各位剛剛好像有看到這個東西吧 往下拉 再往下拉一次 呃 這個吧 這個好像是機器人的樣子 齁 這是機器人 他上面寫說什麼 這什麼 生命角還有什麼傷害67% 我不太懂這是什麼東西 齁 使用他之後呢 可以怎樣 拿到一個新的MAC 就是叫MAC 齁 然後這是幹嘛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總而言之好像是他身上的裝備核心吧 這些東西做一做之後 裝上去 你就會有一台很強大的機器人 不過呢 現在老頭不想要馬上使用他 發生什麼事了 嫩 齁 林北帶了一隻鐮刀龍的用意 就是在這邊守家 你現在在那邊跟我 齁 還敢在那邊殺野就是了 好不好 好啦 總而言之呢 今天以探索為主 齁 我們行訓漸進啦 就是 慢慢來 慢慢慢慢的玩到後面 齁 我們到後面還是要抓泰坦 泰坦龍 齁 才講泰坦巨龍 齁齁 後面還是會有的啦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我們先慢慢來嘛 把一些 呃 感覺能抓 又感覺不能抓的新生物 把玩一番 我們再來決定說 到時候要不要更進一步的 抓泰坦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好像有點迷路了 怎麼跟我之前來的地方不一樣 哈哈 老頭正常發揮 找到了 在這裡啦 有沒有看到那隻 有人說這個是那個 有人說這隻好像是一隻什麼熊之類的 之前預告片有播過啊 來來來 我們在這邊看他可不可以抓 我覺得在抓之前先靠近看一下他有沒有敵意好了 呃 答案是沒有 答案是沒有敵意的 然後 用爆頭鼠串的感覺 然後呢 他是應該是用麻醉 麻醉馴服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在高處 等他慢慢的上來 反正我們有鈕鈕 沒差 喔 還好 還好 你掉下來了 沒問題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這個 還好 還好 還好他這個地方不是那個水 沒問題 沒問題 這是暈的意思嗎 有這麼容易暈 沒有 笑一跳 完了 這樣能馴服嗎 我很納悶 因為已經在深海了 靠腰勒 撐下去了 撐住啊大哥 欸看他暈倒不能 不能餵死 他這到底怎麼抓啦 好 剛剛稍微 稍微看了一下攻略喔 我終於知道他要怎麼馴服了 可是他現在倒在那邊 其實有點小尷尬 你知道嗎 沒關係啊 算了 我們去別地方好了 他這隻 沒有半個攻擊性喔 你不要去攻擊他 他就不會咬你了 他算是一個很輕的一個生物喔 然後呢 他居然不是 射暈餵食 他餵食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他居然吃廢棄物 他吃金屬 然後呢 如果你在野外可以打到一些廢棄物阿 好 他也吃 他也吃 而且加的馴服值也 比較多 也比較多阿 這樣子 怎麼會沒有呢 阿找到了 這邊也有 好 不過我們先把凡人的給解決掉 例如說牛龍 來 還有什麼 凡人的野生生物 喔 這個複捷龍倒還好啦 喔 擎龍也還好 好吧 來來來來 我來教你們怎麼餵他 好 這麼親近的生物 呃 我想一下喔 把鐵分一分 欸其實也不用阿 馴服值我調蠻高的嘛 呵呵 他坐下來超好笑的 嗨你好 喔 喔 感覺很好吃捏 好像阿公喔 你是阿公嗎 來來來 丟一塊給你 欸這裡啦 來啦 拿去補啦 欸他的尾巴好像 他的尾巴 你看他的尾巴好小喔 我來甩什麼東西了 來啦那去補啦 唉唷好煩喔 我覺得這要等他路過的時候有沒有 要熟悉他的路線 他的路線 他準備走過來 欸欸欸欸 過來啦 不要害羞 好嗎 阿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麻煩 欸欸欸 我玩到什麼 丟 快點 快吃 你這小淘氣 完蛋了 他完全沒有 不想過來的意思 哇 那怎麼辦 丟石頭看看好了 還是說你這傢伙吃石頭啦 有沒有這可能 把他累了坐下了 來 送你一顆石頭 當作送禮 直接丟到腳底下 吃不吃 欸現在是bug嗎 要分到阿 林北丟一大坨啦 要不要吃 揍你耶 完了完了他生氣了 先跑再說 會不會揍完之後清醒一點 他就會吃了 來這邊好吃的 有沒有感覺清醒了一點 快抓 他 他有吃嗎 他有吃嗎 欸真的欸 靠腰果然真的要先揍過阿 才會課阿 這不打 不打不 不成才阿 他怎麼加那麼少阿 等一下他是吃金屬還是吃石頭 我想把石頭給撿起來 對啊 給他吃金屬比較實在阿 來來來 吃石頭加那麼少 直接錄個金屬好不好 哇 哇操咧 這是什麼我哥 WTF 對在這裡 我還不弄死你 弄死你 有種抓我阿 抓得到 抓得到 我剛一整群被他弄死 看什麼東西 這一次成群結隊的數量 有點驚人阿 是不是 你看哥救了你 老大是不是 還有一隻雙擊龍 雙擊龍來亂的 這個位置不錯 這應該是我剛揍過的那一個吧 有了他課了 就是這樣阿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你會在那邊吃 我去多慘一點 阿如果吃數量比較多的 他會不會咬阿 比如說一次丟20顆 他一次課20個 我就不用一個一個阿 可是影片上面的教學是說 一個一個餵他 丟一半給他看看好了 他吃不吃這個 他明明就丟一整坨給他最快了 在那邊 給你一個一個浪費時間 喔 我們終於抓到了 天阿 然後他需要安 英文名字 G A C H A G A C H A G A C H A H A 就這個阿 找得好好笑阿 我們應該可以現場做吧 G A 可以耶 棒 這個好像會產水晶的樣子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什麼功能阿 這傢伙好像是盛產水晶的一個專家 感覺阿 來 他可不可以點 他可以點什麼阿 製作技能 喔他也會製作東西 所以說他可以點製作技能 可以讓製作速度變快 這意思嗎 唉唷阿 阿哈是能製作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欸我直接進入他的母體了 那沒問題嗎 爪 爪能抓什麼 沒抓到東西 我們去抓一下岩石 這傢伙搞不好對抓水晶很 很有一套呢 是不是 有蹦一聲 但是呢沒任何作用 我沒有感覺到我抓到什麼東西來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傢伙應該是 抓水晶專家 我覺得這可能 哇 沒反應 哇 沒反應 完全沒反應耶 他沒東西跑出來耶 他現在坐在地上 是代表說要準備要生出來的嗎 欸有有有有有 有了 是這個 可是他沒下來阿 我的水晶呢 他到現在為止一直肚子很餓耶 吃個肉 這傢伙是吃肉的 他坐下意思代表說要生了嗎 有了有了 你看發亮了耶 阿我要怎麼把他拉下來 他自己會掉下來嗎 還是我要敲他 越來越大顆了 是我錯覺嗎 該脫落了吧 有了有了 我 上面寫 他的鑽石 這到底是什麼 嘎 什麼 嘎恰 嘎恰 嘎恰的水晶 阿如果我們選擇 如果我們選擇什麼 我們選擇冷靈瓦斯 阿不就是嘎恰的冷靈瓦斯球 是不是 我們選擇冷靈瓦斯會怎樣 為什麼 顏色不一樣耶 而且在空中 可是他也是水晶的一種阿 生產完畢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他弄個冷靈瓦斯阿 還是要說等他全部背上的東西都生完才會得 哇靠這個 七彩凝紅喔 優秀的 哇這還有分顏色 欸這個優秀的感覺 好像製作材料大成功那種概念耶 在哪裡阿 在這裡 阿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堆疊阿 可使用 使用會怎樣 獲得冷靈瓦斯球 喔 喔 現場送60顆 好 WTF 開到火把 不知道我開火把幹嘛 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什麼 打寶優秀 普通的盔甲 好喔 既然都開到了 裝一下 打寶機 為什麼追個他不生阿 哦 有了有了 直接用甩的 好吧 生出來了 什麼 真具木頭 石頭 那根本就給隨機的阿 事實證明了目前他不能指定你要什麼 勒 是這樣嗎 他生出來都是隨機的屬性阿 對啊 對啊 超級隨機餒 超屌的 好吧 算了 你就只能這個樣子 對阿 好吧 這就是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G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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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捏起來有點奇怪 好不好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這隻Gacha 總而言之 我們已經弄到這一隻了 然後呢 他的玩法大概就這樣子 如果有更多新的玩法呢 歡迎在這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影片樂線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加角格訂閱右加角格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方舟滅絕 探險 再見面了 掰掰 更多